这老猪在高老庄做了三年的上门女婿 但是直到半年前 猪八戒才把这高翠兰高小姐关了起来 这中间有两年半的时间过的是太太平平的 而且他说出来的时候 这猪八戒是一条黑胖汉 后来就变做了一个长嘴大耳的呆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 老猪彻底变成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呢 如果是半年前 也就是他把高小姐关起来的时候 他才变出猪头猪耳 那高老太公呢 这个时候才觉得这是妖精 才要赶他走的 但是如果是猪八戒入坠没多久之后 就变出了猪头 而高老太公呢 就早就应该知道 这老猪是妖怪啊 那为什么直到半年前 才想赶这老猪走呢 那一定是另有原因 在这儿啊 咱们要特别注意高老太公的这么一句话 说老卓这些家业田产之类 不上半年就得吃个沁净啊 老猪能吃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进门开始他就能吃 为什么现在就成了一个问题了呢 问题不在于老猪能不能吃 而是之前老猪是能吃也能干 那没问题 但是半年前老猪开始不干活了 高老太公之所以要赶走老猪的真正原因 根本就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妖精 而是因为他不干活 所以才要赶走猪八戒 他招上门女婿的目的 就是为了撑门抵护 做活当差 好听点叫个女婿 不好听就是免费的长工 女儿则是给他的报酬 这猪八戒和高小姐的婚姻呢 说到底就是一场交易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到了半年前的时候 这老猪突然就开始不干活了呢 如果一个人马上就要离职了 他还会在这个单位认真工作吗 这老猪之所以不干活啊 完全就是因为取经团队 马上就要来了 而作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高小姐 他到底喜不喜欢猪八戒呢 对猪八戒到底有没有感情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好好说一说 这个高小姐 前文书咱们有介绍 这高小姐的两个姐姐 都嫁给了本村人 她却年方二十日未曾婚配 在西游记成书的那个年代 二十岁已经是大龄女青年了 是什么原因 让她一直没嫁出去呢 是高小姐自身有问题吗 长得太丑了 我们来看孙悟空 第一次看到高小姐 书中是这么形容的 云病乱堆无略 玉蓉未喜沉潇 一片蓝心依旧 十分焦态轻颓 英唇全无气血 腰枝曲曲巍巍 稠气气是鹅眉淡 瘦窃窃是雨声低 高小姐已经被老猪 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但是玉蓉依旧还在 可以看出这高小姐 长得肯定是不丑 咱们也得相信猪八戒的眼光 是吧 另外一句话也非常关键 一片蓝心依旧 什么叫蓝心呢 蓝心绘质 蓝心一般用来形容 女子高尚的品格 也就是说高小姐的节操 没有变 人家高小姐长得又好看 又有节操 却成了大龄女青年 那问题是出在哪呢 一定是出在她那爹高老头身上 咱们来看看高老太公 招女婿的条件 同家过活 养老女婿 撑门抵户 做活当差 就这一个条件 让高小姐拖到二十岁 等来了猪八戒 可以想象 这高老太公对这个上门女婿的要求可不低呀 一般上门提亲的高老头根本就看不上 后来就没有人再敢上门提亲了 老猪估计也是替高小姐着急 最后干脆 我亲自出马吧 解决这个大龄女青年的婚姻问题 为什么不是说这高小姐眼光太高呢 这高小姐既然是一片蓝心 就不可能做出没节操的事 这就是人设 而且人家高老太公自己都承认 是自己招了猪八戒 我为了招他不打紧呢 坏了我多少亲名 输了我多少亲眷呢 高老太公眼瞅着自己的女儿 年纪越来越大 提亲的人越来越少 最后干脆没人提亲了 突然有这么一个大汉来敲门 而且模样倒也精致 各方面的条件都很符合 高老太公的要求 他就一口答应了这门亲事 问题又来了 高老太公究竟什么时候 知道这猪八戒是妖怪的呢 文中高才有说呀 那妖整做了这三年女婿 我太公不悦 说到女儿招了妖精 不是长法 一则败坏家门 二则没个亲家来往 一向要退这妖精 猪八戒自己也说 我虽是有些丑陋 若要俊 却也不难 我一来时曾与他讲过 他愿意 方才招我 今日又怎么说起这话呢 见面的第一天 老朱就已经跟高老太公 说得清清楚楚了 高老太公是完全不介意 只有高小姐本人 对这桩婚姻 没有发言权 当然了 我们知道 没有几个父亲 想把自己亲生女儿 推进火坑的 这高老太公是求婿心切 才把猪八戒招进了门 老高退这门婚事啊 其实也挺纠结 不然呢 不会一直想要退这妖精 但是猪八戒自从进了高家的门啊 表现得实在是太好了 老朱自己也说呀 我到了你家 虽是吃了些茶饭 也不曾白吃你的 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钩 搬砖运瓦 铸土打墙 是耕天肥地呀 种卖插秧 创家立业 我是一样都没落下 如今你身上穿的紧带的金 四十有花果 想用八戒有蔬菜碰间 那不全是靠我吗 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呢 老朱带领着老高家脱贫致富 成为了当地的土豪 高老太公对猪八戒 也就忍了 本来日子是可以这么一直下去的 可就在半年前 猪八戒突然开始不干活了 高老太公可就立刻变了脸 坚决要退婚 老朱可能同意吗 这不就是卸磨杀驴吗 老朱不同意没用啊 老高头开始玩硬的了 到外面找一些什么道士啊 和尚啊 来抓妖怪 还要求人家斩草除根 甚至把高小姐给偷偷的藏了 老朱这下才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了 老朱我不发威 你当我是猪头肉啊 但是呢 老朱也没有做出什么太凶残的事情 从头到尾 没动这高老头一根毫毛啊 也只是把高小姐给关了起来而已 老朱所做的这一切 也都是被高老头啊 是一步一步的逼出来的 老朱知道啊 这取经团队马上就来了 自己呢 这清闲日子呀 也过不了几天了 我休息休息 不干活 清闲两天 想两天清福 有什么不对啊 可是高老头就是不让啊 我们家没有白吃的饭 你一天不干活 就给老子滚 这高老头啊 先是耽误了自己女儿的婚事 后来又求婿心切 招进了猪八戒 再后来翻脸无情 遇至猪八戒于死地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 自己女儿的感受 高小姐就是这桩婚姻 最大的受害者呀 她从头到尾 都是父亲谋求利益的 一个工具而已 对于这一点 孙悟空是明白了 唐僧也明白了 他们都对猪八戒深表同情 孙悟空一向的作风 就是要弄死妖精啊 但是这一次 他只是要高太空 写一个退亲文术 可是高太空 听听他怎么说 他却说 你要是拿得住 他还要什么文术 就烦于我 除了根吧 咱们再说这高小姐 她喜欢猪八戒吗 高小姐在原文当中 除了哭啊 就一句话 妖怪不知往哪里走 这些时 天明就去 入夜方来 云云雾雾 往回不知何所 因是小的父亲 要去退她 她也常常防备 故婚来招去 在高小姐的嘴里 猪八戒是妖怪 她跟这眼前的妖怪 一起活了三年 高小姐对自己的婚姻 从来都没有自主权 她是真正的受害者 咱们在这里 试着还原一下 高小姐的心声吧 父亲总是给我说 一定给我跳一个 如意郎君 我从十六岁等到二十岁 提亲的越来越少 从希望变成了失望 从失望变成了绝望 一天我的如意郎君 终于敲门了 那时候他还很英俊 他和父亲说了很多话 父亲开始有些犹豫 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 我出嫁了 那一天是我一生最美的日子 婚后我的父亲很勤劳 也能吃苦 当然也很能吃 在他的努力下 我们家也越来越有钱 那时候我觉得我挺幸福的 慢慢的我发现 他怎么还有一副嘴脸呢 是猪头猪耳的 但是他对我倒是很好 最近这半年 他开始不干活了 总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总是喃喃自语 什么取经人要来了 他猪头猪耳的时间越来越多 父亲说 他不是你的郎君了 他是妖怪 咱们必须要赶他走 他很生气 就把我关了起来 唉 我从来不知道 我到底爱不爱这个人 或者说爱不爱这个妖怪吧 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 什么是爱 我只是在听爸爸的话 凭什么你们说 他是我的郎君 他就是我的郎君 说他是妖怪 他就变成了妖怪了呢 大概这些 就是高小姐的心声了 那么咱们反过头来 猪八戒对高小姐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后面的节目 我们接着为您讲述 西游记背后的故事 故事呢 讲到了高老庄这一节 关于高老庄的故事呢 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这猪八戒对高翠兰小姐 到底是什么感情呢 她爱高小姐吗 话说那观音菩萨呀 去东方寻找取经人 途经一座高山的时候 山上行了多时 发现山上有恶气弥漫 不能步上 于是正欲驾云过山 不觉狂风起处 又闪上一个妖魔 他撞上来不分好歹 望着菩萨是举爬就住啊 这个妖魔不是旁人 正是我们要说的猪八戒 老猪公然打劫 而且打劫的不是旁人 正是观音菩萨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了 猪八戒知不知道来人是观音菩萨呢 观音菩萨又怎么好巧不巧的来到了猪八戒所居住的弗林山呢 观音菩萨有没有可能是故意来这儿的呢 原著当中猪八戒跟观音菩萨有如下的对话 猪八戒说 我欲从政奈何获罪于天无所导也 菩萨道 我领了佛旨上东土寻取惊人 你可与他做个徒弟往西天走一遭来 将功折罪管教你脱离栽账 那怪满口道 怨随怨随 猪八戒很开心的就加入到了取经的计划 为此观音菩萨给猪八戒还重新的取了一个名字 立了准则 观音菩萨与他摩顶受戒 只身为姓 就姓了猪 替他起了一个法名 叫做猪物能 遂灵子命归阵 持斋把祖 断绝了五婚三宴 专后那取经人 两点 第一点 断绝五婚三宴 也就是必须要吃素 第二 在这个地方 专后取经人 要知道这老猪原本是吃人的 观音菩萨让他吃素 问题就来了 我吃素可以啊 可是我这素从哪弄呢 让老猪马上开荒种地 也来不及了 万幸观音菩萨没有要求猪八戒 借色 老猪到高老庄当上门女婿 那就一举两得了 既解决了吃饭问题 又解决了那方面问题 有人可能要问了 凭老猪的本事 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抢呢 第一 老猪是要加入取经团队的猪 他不能作恶呀 成为取经人 必须要过道德审查这一关 而高老庄这桩婚姻呢 就是老猪加入取经团队之前的一个过渡 他要在观音菩萨约束的框架之内 给自己找饭碗找乐子 如果他真的爱高小姐 高小姐何至于 你看这人都成什么样子了 高小姐对于猪八戒到底意味着什么 原著当中对孙悟空变成了高小姐之后 猪八戒进来找高小姐 有这么一段描述 那怪不识高小姐的针身 走进房 一把搂住就要亲嘴 被孙悟空摔下床来 那怪爬起来扶着床边道 姐姐 你怎么今日有些怪物 小时我来得迟了 猪八戒二话不说直奔主题 说明这高小姐 就是猪八戒的泄欲工具 也可以说是报复高老头的泄愤的工具 老猪根本就不爱高小姐 他只是找一个泄欲的对象罢了 换一个女的 一切也是照旧 只是高老头的贪欲 给了老猪机会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那猪八戒为什么要兜个圈子 再加入取经团队呢 对于这个问题 高小姐在原著当中 给了我们一个线索 高小姐说 这些时天明就去 入夜方来 云云雾雾 往回不知何所 因是晓得父亲要雀退她 她也常常防备 故此昏来昭去 高小姐的推测是 猪八戒害怕有人来抓她 所以她才逃走 老猪真的怕吗 那老猪根本就不怕 我有天罡树的变化 九尺的钉耙 怕什么法师和尚道士 就是你老子有钱心 请下九天荡魔祖师 下界 我也曾与她做过相识 她也不敢怎地我 看来老猪是不怕的 那她昏来昭去 干什么去了呢 观音菩萨说了 在此地 砖后那取经人 原来应该是老猪 知道取经团队 不日就要来了 他去福灵山 等着取经团队呢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孙悟空没走福灵山 而是去了他老丈人的 高老庄 回到开头 孙悟空谁也不拦 专门拦住高才 老孙早就洞悉了一切 孙悟空为什么一定要到 高老庄去抓猪八戒呢 既然猪八戒 一定要加入取经团队 那就必须给猪八戒 一个下马威 让老猪出丑 才是孙悟空的算盘 职场中老人收拾新人 那是常态 老孙就是要抓把柄 收拾老猪 当猪八戒听说 高老庄来了个齐天大圣 就有三分害怕道 即使这等说 我去了吧 两口子做不成了 你不知道 那闹天宫的碧马温有些本事 只恐我弄不过他 低了名头 也不像个模样 取经团队没有按套路出牌 老猪的第一反应 那就是跑 一定不能让孙悟空 在高老庄把自己给抓住 有的朋友要问了 那猪八戒这个时候 为什么不直接说自己 也是取经团队的成员 跑出来拜唐僧 加入取经团队呢 第一 这老猪说什么 也曾经是天鹏元帅 见到孙悟空就直接磕头 这面子往哪放啊 这辈子怕都抬不起头了吧 第二 老猪自己也心虚啊 虽然说观音菩萨 没明确的说让你戒色 但是你自己出来找媳妇 这事儿 好说不好听啊 而且被抓了个现行 这不是给观音菩萨 和取经团队抹黑吗 第三 老猪发现这孙悟空 没走福灵山 而是直接去了高老庄 就知道这猴子 肯定是没安好心 因为他没按观音菩萨 给他的剧本 给他的线路图走 目的呢 肯定就是想让老猪出丑 就是奔着收拾老猪来的 第四 孙悟空的突然出现 让猪八戒有点措手不及 因为当晚老猪 就是来找这高翠兰 高小姐取乐的 没想着要遇到什么大敌 所以没带着自己的兵器 九尺钉耙 所以他必须要回去取兵器 所以种种原因综合下来 老猪还是逃走吧 这是最理智的选择 咱们不妨假设 如果孙悟空领着唐僧 直接走了福灵山 猪八戒会乖乖的出来 加入取经团队吗 可能也不会 为了确立自己 在取经团队的地位 他跟孙悟空的这一战 不可避免 至于老猪的身上 还藏着哪些谜团 他作为一个天鹏元帅 为什么会下凡投了猪胎 等等问题 咱们后面的节目 接着为您讲述 西游记背后的故事 在观音菩萨收服了黑熊经之后 下一个出场的人物 大家都很熟悉 他会是谁呢 我们且说这观音菩萨 降服了黑熊怪 悟空也拿回了唐僧的袈裟 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回去找唐僧 而是回了黑风洞 他回黑风洞到底要干什么呢 只见悟空撤出棒来打入黑风洞里 一发行凶 把他那几层门上都系了干柴 前前后后是一起发火 把个黑风洞烧成了个红风洞 孙悟空这是在斩草出根呢 唐僧师徒经过观音禅院 纵火烧了观音禅院 这下又把黑风洞也烧了 再说观音院那些和尚 都倾囊到底把那火里抢出来的鱼资 各出所有 整顿了些斋供 烧了些平安无事的纸 念了几卷消灾解恶的经 此日 唐僧师徒重新踏上取经之路 留下了一群无家可归的和尚 残垣断壁上 写着大大的差字 唐僧师徒行了五七日荒路 最后来到了高家庄 竹梨蜜蜜是茅屋重重 参天野树营门是取水西桥应户 道旁杨柳绿依依 园内花开是香复复 此时那西照晨曦处处处山林 喧鸟雀 晚烟初霞是条条道路转牛羊啊 又见那石宝鸡屯棉屋角 醉憨临手唱歌来 孙悟空对此的评价是啊 这定是一村好人家正可借宿 什么意思 这儿没有妖气一片祥和 可就是这么巧 迎面来了一个匆忙赶路的少年 被孙悟空一把抓住 无论来人怎么挣脱 老孙就是不放 孙悟空明显就是光天化日之下 欺负梁家少男呢 唐僧看到这一幕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悟空 那里不有人来了 你再问那人就是 只管扯住他 怎的放他去吧 悟空道 是否不知 若是问了别人 没趣 须是问他 才有买卖 买卖什么意思 对于孙悟空来说 纵观西游记全书 孙悟空嘴里的买卖 就是有妖精了 他要打妖精 换句话说 这孙悟空知道这村里有妖精 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进村之前呢 行者曾说 且得安老孙去看看吉凶 在座屈处 哎呀不对呀 孙悟空刚才才告诉唐僧 这里是一个好村庄 可以借宿 但是现在又说有买卖了 而且还要看一看吉凶 这不就是忽悠唐僧的吗 咱们不妨做一个假设 如果孙悟空说这个村里有妖怪 那唐僧还愿意来借宿吗 其实唐僧的意见 一点都不重要 那么 孙悟空抓住的这个少年 究竟有什么烦恼呢 此处乃是乌斯藏国界之地 换作高老庄 一庄人家有大伴姓高 故换此为高老庄 我是高老太公的家人名 叫高才 我那太公有一个女儿 年方二十岁 更不曾配人 三年前被一个妖精给占了 那妖整整做了这三年的女婿 我太公不悦 说道 女儿招了妖精 不是长法 一则败坏家门 二则没个亲家来往 一向要退这妖精 那妖精哪里肯退啊 专把女儿关在她那后宅 将有半年 再不放出与家内人相见 我太公与我挤两银子 叫我寻访法师 拿那妖怪 我这些时不曾铸脚前前后后 请了有三四个人 都是不计的和尚 农包的道士 想不得那妖精 刚才骂了我一场 说我不会干事 又与我五千银子做盘缠 叫我再去请好法师来想他呀 简单来说 是他家的高老太公啊 招了个女婿 不满意了 想毁婚退婚 孙悟空的回答很有趣啊 你的造化 我有营生 这才是凑四盒六的够大 烦你回去 上付你那家主 说我们是东途架下拆来的 玉帝圣僧 前往西天拜佛求经者 善能降妖福怪 做妖怪的确是孙悟空的营生 也可以说是孙悟空的买卖 但是你猜这个时候 唐僧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说好的这儿有好人家 能住宿 怎么就突然蹦出个妖怪呢 喂 我说猴子 你到底是保护我的 还是来捉妖怪的呢 哎 又被这猴子给坑了 闲话少说 这高老太公听说 有人捉妖来了 出门迎接 哎呀 二位长老 坐一了 坐一了 这才对嘛 叫人家要叫长老 第一次见人家 就叫老爷什么的 那只有人妖 金池长老才干得出来这事啊 唐僧还了礼 高老原外见 这悟空相貌丑陋 不敢与他作义 孙悟空上一回 还嫌这黑熊精丑呢 这次就轮到自己 不受待见了 显然这高老太公 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主 但是怎么就偏偏 找了一个丑八怪女婿呢 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报应吗 宾主落座之后 老高就问这师徒二人 你们能捉妖吗 唐僧压根就不搭这个茬 贫僧奉朝命 往西天拜佛求精 因过宝庄 特戒宿一宿 明日早行 可是猴子 这一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啊 因是戒宿 顺便拿几个妖怪 耍耍 请问府上有几个妖怪啊 老高一听这话 吓坏了 哎呀呀天哪 还吃的有多少个妖怪 只这一个妖怪女婿 已够他魔荒了 我们这庄上自古道尽 也不晓得有什么鬼祟亡凉 邪魔作号 只是老卓不姓 不曾有子 只剩三个女儿 大的换名叫香兰 老二叫玉兰 老三叫翠兰 那两个从小配于本庄人家 只有这小的 要招个女婿指望他与我家过活 做个养老女婿 撑门抵护 做活当差 不期三年前有一个汉子 模样倒也精致 他说是福林山上人家姓朱 尚无父母 下无兄弟 愿与人家做个女婿 我老卓见这是一个无机无办的人 就招了他 一进门的时候倒也勤快 耕地肥田 也不用牛具 收割稻田也不用刀杖 昏去明来的其实也挺好 只是有这么一件 就是他会变嘴脸 出来的时候是一条黑胖汉 后来就变做一个长嘴大耳的呆子 脑后还有一座棕毛 身体也是粗糙怕人 头脸就像个猪的模样一样 时长又特别大 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 早煎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够 还好他是只吃素斋 他要是再吃点荤酒什么的 便是老卓这些家业田产之类 吃不上半年也得吃个干净了 唐僧对这个妖怪倒是有几分好感 只因他做的所以吃的 人家就是长得丑点 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再说人家还为你家干了这么多活呢 老高一听这就解释说呀 哎呀吃还是件小事 如今呢他又会弄风 云来雾去的走石飞煞呀 唬得我一家是左邻右舍 拒不得安生 又把那翠兰小女关在后宅里 一发半年也不曾见面 更不知死活如何呀 因此知他是个妖怪 要请个法师与他去退去退呀 这高老太公的话有点问题呀 是高老头要给女儿招上门女婿在先 然后才是猪八戒主动上门 老猪三年前就做了上门女婿 但是半年前才把他女儿给惯了起来 这中间起码有两年半的时间 过得是太太平平的 而且他说出来的时候是一条黑胖汉 后来才变做一个长嘴大耳的呆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 老猪彻底变成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呢 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 因为这决定了高老太公 赶走猪八戒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呀 是猪八戒半年前才变出了猪头猪耳 高老太公呢 就认为他是妖怪了 才要赶他走 还有一种可能是猪八戒入坠没多久 就变出了猪头猪耳 高老太公呢 应该早就知道女婿是妖精了 而那个时候高老太公并没有要赶走猪八戒 直到半年前 真正的原因才出现 那么高老太公想要赶走猪八戒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后面的节目然格讲故事 接着为您讲述西游记背后的故事 故事呢 讲到了高老庄 这猪八戒啊 咱们都很熟悉 但是猪八戒的身世 真的像我们所了解的那么简单吗 他的身上藏着怎样的谜团 又为何会下凡呢 这猪八戒啊 本来是可以安安稳稳的在高老庄待上三年 但是高太公这个人翻脸无情啊 逼得老猪耍横 其实高太公也不知道这猪八戒啊 就要离开高家庄了啊 所以突然间本来很勤劳的女婿 变成了一头懒猪 怕是谁也接受不了 人嘛 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啊 任何决定都不能说是完全对 或者是完全错 只是在因缘忌讳之下 酿成了不一样的苦酒 当然了 最大的牺牲品还是高小姐 但是他没有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啊 通过前面的故事 我们了解到 这猪八戒是知道孙悟空就是毕马温的 而且他和九天荡魔祖师还相识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话说老猪 逃回弗林山拿出自己的九尺钉耙 对着孙悟空自爆了虾门 我自小生来心性浊 贪贤爱懒无休息 不曾养性与修正 混沌迷心熬日月 猪八戒说了 自己从小就又笨又懒 每天就知道稀里糊涂的过日子 然后猪八戒接着说呀 忽然贤礼欲针仙 就把寒温坐下说 劝我回心莫罪烦 伤生造下无边虐 有朝大谢命中时 八难三途毁不迭 听言一转要修行 闻与心回 求妙诀 有一天天上突然掉下来个神仙 跟他说 你可休要伤生害命 猪八戒要杀多少生灵 才能够造下无边罪孽呢 这里至少说明猪八戒 有伤生造下无边罪孽的本事 大家想想 一个凡人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总之猪八戒抓住了这一次 改变命运的机会 决定拜师修行 有缘立地拜为师 指示天官并地阙 得传九转大环丹 功夫昼夜无实处 三话俱顶 得归根 武器昭元 通透彻 各位注意 猪八戒之所以能够修真成仙 关键不是修行了多久 而就是一夜之间的事 核心技术就是这个九转大环丹 我们再来看看猪八戒成仙之后的场景 公园行满 雀飞升 天仙对对来迎接 浪然祖下采云生 身轻体贱朝金雀 玉皇设宴 惠群仙 各分品级排班列 赤丰元帅 管天河 总督水兵 称县节 这老猪成仙之后的排场可不小啊 而且一上来就被封为了天鹏元帅 咱们再回顾一下 孙悟空上天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相比之下 跟猪八戒简直是天壤之别啊 孙悟空就是一只来历不明的猴子 连师父是谁都不知道 这猪八戒可就不一样了 人家可是有师父的 而且还吃了九转大环丹 我因有罪错投胎 俗名换作猪刚烈 老猪说自己是错投了胎 才有了现在这副猪头猪脑的 各位注意啊 投胎和下凡 在西游世界当中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如果真的是投胎的话 是要丧失记忆和法术的 很明显 猪八戒自己错投猪胎之后 什么都记得法术也没消失 这不符合咱们关于投胎的界定 而且在西游记原著第二十回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有诗说 一个是大圣临凡事 一个是天帅降天涯 一个是因失威夷成怪物 这个是幸逃苦难 败僧家 元帅降天涯 这个降字不就是下凡的意思吗 成为怪物的关键是他失了威夷 而不是错投了胎 这猪八戒压根就没有投胎 所以就没有错投之说 但是呢 他又的确长了一幅猪头猪脸 那么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这猪八戒本来他就是一头猪 在西游记第八十五回 猪八戒自己就说的更加的明确了 巨口獠牙神力大 玉皇生我天鹏帅 掌管天河八万兵 天功快乐多自在 只因醉酒戏公鹅 那时就把英雄卖 一嘴拱倒斗牛公 吃了王母灵之菜 玉帝亲打二千锤 把武贬下三天界 教武励志养元神 下方却又为妖怪 正在高庄洗劫亲 命底撞着孙兄在 紧箍棒下受他降 低头踩把沙门拜 背马挑包做夯功 前生少了唐僧寨 铁脚天鹏本姓朱 法名改作猪八戒 从这首猪八戒的字述诗当中 咱们可以提取出四条线索 这老猪上天之前 就是巨口獠牙 巨口獠牙神力大 这本来就不是人的样子 第二 他还一嘴拱倒了斗牛公 吃了王母的灵之菜 那不就是一头猪吗 玉皇大帝对猪八戒的处理决定 是什么呢 贬下三戒 压根就没有投胎这事儿 铁脚天鹏本姓朱 那更是直接承认了 自己做天鹏元帅就姓朱 那就是朱啊 所以铁正如山 这老猪在天庭做天鹏元帅的时候 就是一头猪 但是老猪为什么非得说 自己是错投了猪胎呢 如果猪八戒没有错投猪胎 那又是谁错投了猪胎呢 这老猪的背后究竟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咱们先来说这老猪成仙的过程虽说是充满疑点 从天上就掉下一个大仙 给他吃了个什么九转大欢丹就立马成了仙 成仙之后天庭的神仙还都来迎接 玉皇大帝还亲自设宴会群仙 一上来就给老猪还封个天鹏元帅 这老猪伤生造下了无边孽也就不追究了 前文咱们说呀 孙悟空是开了挂的 一路从小猴子就当上了齐天大圣 但是相比之下这猪八戒那就是付费玩家了 分分钟就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啊 要探究这猪八戒的身份之谜 咱们还得从老猪的兵器九尺钉耙开始入手 书中对九尺钉耙也用了一首诗来描述 此事锻炼神兵铁琢磨成功光脚节 老君自己动灵锤 迎获亲自添碳穴 五方五帝用心机六钉六甲废周折 造成九尺玉锤芽 铸九双环金坠叶 身装六要排五星 体案四十一八截 短长上下定乾坤 左右阴阳分日月 六摇神将按天条 八卦星辰一斗链 名为上宝听金耙 禁语玉皇震丹雀 因我修成大罗仙 为武养旧长生客 赤锋元帅浩天鹏 亲赐钉耙为玉节 这九尺钉耙又名上宝沁金耙 是太上老君和众神共同打造 送给玉皇大帝镇丹雀的 可以说是镇天之宝都不为过 但是玉皇大帝竟然毫不犹豫的 就给了刚成仙的老猪 咱们再来看看这九尺钉耙的威力 举起烈焰 并豪光 落下猛风 飘锐雪 天草神将 近界境 地府阎罗 心胆怯 人间哪有这般病 世上更无此等帖 随身变化 可心怀 任意翻腾 依口诀 这爬下海 掀翻龙凹窝 上山抓碎 虎狼穴 诸般兵刃 且羞体 唯有武当 爬醉切 相持取胜 有何难 赌斗求功 不用说 哪怕你同头铁脑 一身杠 爬到浑霄 神气些 后文啊 在取经途中 遇到一个黄世经 不是把取经团队 三个人的兵器都给偷了吗 开了一个兵器会 不叫什么金箍棒会 也不叫什么降魔储会 而叫一个丁爬会 逐渐着九指钉爬的声名在外啊 这么厉害的兵器 为什么轻易就给了猪八戒呢 为什么在茫茫的妖怪之中 这位大仙要给猪八戒 吃一个九转大环丹呢 为什么天庭对猪八戒 如此的器重呢 后面的节目 然哥讲故事 接着为您讲述 西游记 背后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